來 介紹三位台灣重量級的文史工作者 就是重量的 絕對不會讓黃世綄先生專磨倚前 王總龍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台灣歷史繪師青酸甲本名叫無細耀先生 大家好 第三歷史錄音長家林泰威先生 護大哥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談的是歷史的繪畫 历史绘画非常好 我经常引用这个 有一个墨西哥话叫做 Sierra Diago 跟他夫人叫Frida Cola 他们都画壁画 我们知道拉丁美洲人喜欢这个 不管是Diego或者是Cola 他们画那个历史壁画 台湾好像比较没有这个传统 壁画 大大的壁画 史诗壁画 但是我们今天来介绍 历史上的很多绘画 以及当代的绘画 青酸甲的绘画 以及台卫兄提供相关的音乐 我们是不是再请教左龙兄前 我再把我们的主题谈一下 政治评论节目当然是谈国家认同 但是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从 文艺复兴人文素养来切入 第二 我们每天每时都在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很高兴我们做了 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专题 也为人事跳出来 就今天的青酸甲胸说 我要做台湾违信 你看他台湾违信 他已经本土化了 第三我们重新确立通财教育 人文素养公民 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于是我们今天 其实让三岁小孩子都懂 前几天我要请新竹市长林志坚市长 他要求他们的教育单位 应该是新文文化单位 做那个给小学生看的历史绘本 有注音符号 作为床编故事 跟老师作为在市区导览的文本 非常好 林志坚市长做就是一种历史的绘画 让小学生从小学生开始 来 坐楼 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历史绘画 其实历史绘画在欧洲的起源 非常非常的久 像刚才胡大哥说的 其实壁画 像欧洲的教堂里面的壁画 其实都是历史绘画的一部分 那我们先来就举个例子 这个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这个发生之后 法国的画家德拉克罗瓦画的 这幅绘画的名称叫做 自由女神带领人民 其实历史绘画要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必须要基于事实 当然画家本身会有他的想象 所以我们从他这幅画当中 各位可以很快看到 有一般的劳工阶层的 有一般中产阶级的 还有小孩子 其实他这个里面所要表达的是 全体的法国人民 在自由女神带领之下 然后去做革命 我们今天毕竟还是要跟台湾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分成两段 一样都是谈1895 但是中国的话跟日本的话 画的内容有什么不同 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1895年的3月19号 在下关 日本叫下关我们叫马关 那么这个李鸿章 李鸿章呢 他来到下关要来议和 但是这幅画 这个画报上面他所写的是什么 是李鸿章为什么来到这里 原因是因为受到欧洲各国的拜托 拜托他们去 拜托他来跟日本这个谈和 因为他们的生意清淡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是日向伊藤博文 就是一副非常非常恭敬的样子 从这个扩下当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的态度 但是事实上呢 事实是不是如此 事实不是如此 因为在1894年的11月跟1895年的1月 其实李鸿章已经发 他特别派遣特使到日本去 想要议和 已经两次都被日本拒绝 那么好 下关这个马关条约 这个一签之后 这个台湾官僧会议不允割地 这个就是要去成立 这个台湾民主国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 会画当中 这个是上海出的画报 当中有这个秋逢甲 可是可以注意到这个秋字 是写错了 他有耳朵 其实秋逢甲是没耳朵的 然后呢 然后当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中间这位人物 还有申藩 原住民 原住民 他们这边写的是说申藩 事实上 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因为根本这个 这个大清的官员 跟这个原住民 当时是势不良力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 也是历史化的里面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就全台声明 就是所有的全台的这个士绅 要协助这个观想 然后要求要成立这个台湾民主国 然后国号永清 那当然因为后来大家 对台湾民主国有很多讨论 甚至有人直接讲说 这是一个台湾民主国 本身就是一个假议题 所以从这个会话当中可以看到 这些官民 大家都资助了一些 这个白银 或者是一些粮食 然后要给谁 要给这个 这个 邱逢甲就拜托 这个台湾民主国的 那个唐景松 这个当时的巡抚 能够成立这个台湾民主国 这样的一个画像 那接下来 那么当这个 这个台湾民主国在 19 1895年5月25号成立之后 那么当时马关条约签了 然后已经把台湾给割让掉了 那所以日本是在5月29号 从共僚登陆 这个接下来就是刘永福 镇守台南 然后惠同 这边有写升藩 然后跟日本这个作战 那这边有一个凤山岭 其实就是现在的高雄凤山 的一个镜头 那里面有趣的地方 再下一幅 下一幅 这个双方激战非常的厉害 当然在中国话报里面 这个日军是节节败退 然后大清的这个军队 是节节胜利 那么从这边 各位导播可以拍个近一点 在底下这边 这个是什么样的动物 可以拍近一点 这个刘永福呢 效法这个田丹的火牛症 放狗咬人 然后把那个日军 就全部都逐退 这个就是在当时 在中国在上海那边的一个话报 那么最后面有两张图 非常非常有趣 那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什么 这场战争的结果 跟我们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游泳服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还升勤了谁 升勤了当时的华山总督 升勤了华山总督 那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 伊东又恨也被抓到了 然后用这个铁链 把锁骨锁住 然后最后这幅话告诉你的结果是说 华山总督最后是被斩首的 如果按照这样来讲的话 那第一任总督应该不是华山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幅 这一幅也是很有趣 华山的死法上一幅是砍头 这一幅就是把华山抓到了以后 叫他跪着 然后刘永福就在他身上 用了棉被浇上了油 然后活活把它烧死 然后为什么能够抓到他呢 因为听说华山他在半路 被生番用毒箭所伤 那昏迷之后就被抓到 所以在旁边围观的综艺之士 这里面有写 综艺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那么他甚至还说 外面有传闻说华山是死于疫情 就是那个生病 这个是假的 真正的华山的这个 最后的结局是被烧死的 我能回应吗 可以 请大家读鲁迅的RQ正传 RQ正传就是RQ胜立法 输了再把这个华山之计 伊东 又有什么锁骨 等于休休息 RQ胜立法 在里面呢 RQ啊 鲁迅描写RQ啊 看到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还性侵 好欺悟嘛 看到大人物就跪下来做奴才 但是不能就用这种 换句话说 这是在上海兵营的一个 对 大清时代的 等于是历史化 在杂志看彩仔是不是 就是有点像号外那样子的东西 然后发给大家的 对中国的报纸 现在一样 倒过来看就对了 倒过来 斗病 对 做倒立状就看了 就看完了嘛 非常难得邀请到这个 重量级的青酸甲先生 他是当代的历史绘画师 其实不用我讲 他已经迷洋海外了 日本为此邀请他去做了 至少两次的特展 对 台湾之官 绝对不输于那个郑问嘛 没有啦 没有 我无敢这样讲 过来 故宫也要做这个 故宫也要做青酸甲的特产 都一样非常优美 郑问非常好 这个青酸甲一样 他所做的是 因为郑问是漫画 漫画版 但是青酸甲是做这个历史绘画 好 我先介绍他今天送我个礼物 我想说这有什么 台湾铁道部 台湾微信一打开 我就把他礼物摊在 我们这 请入境 就在前面那一排 来 这是什么礼物 先介绍 台湾铁道部 他是 其实老实讲 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的话 其实很多那个 那个观光地方 都有在卖这种收视金 对啊 那我是想要把这样的东西 就是用在台湾这边 那我是用台湾的文史的部分 那我把那个台湾的铁道 在日本时代 大概昭和年代的所有的铁道 从每一个铁道 几乎都排在那个布上面 其实老实讲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其实老实讲 铁道这种东西在台湾 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可能历经三代共同的一个记忆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都没有在这方面 做文化的传承 对 青酸甲兄 还有一个台湾微信 下次我来叫台湾微信 我已经做了 其实跟你跟我心心相应 这个左龙兄可以证明 我已经开始做 明治微信150多年 对当代台湾的意义本 就规划中了 结果你跳出来先 让你唱掉 为什么要做台湾微信 其实老实讲 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目前这个年代 我觉得台湾人最需要 就是一个台湾意识 和台湾的一个微信的一个企图心 这一点其实老实讲是台湾人 目前到现在 一直到战后到现在是最弱的 对 这个威廉彼斯里是 在英语世界研究明治微信的第一把交易 英国伦大笑说 他说明治微信就是革命 对 只是他不像后来的华国跟俄国革命 他们有社会纲领 对 没错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 而且要把明治微信 要跟同时代的中国自强运动 做对比 结果1890的日清战争 随赢随处就知道了 来 我们希望透过当代的历史绘画 它是大师级的 日本人非常非常喜欢它 特别要请它做策展 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披露 把你 因为有时候 影像好像比这个文字语言的精简更重要 来 你透过影像 请让我们好好的浏览你的作品 好不好请 OK 其实我本身 我自己会画这些作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从小 跟我的阿公阿嬷 我阿公阿嬷 他们是日本时代出生的 所以我是因为他们的启蒙 所以在开始了解 台湾的历史 因为了解台湾历史之后 因为我本身是个画家 所以我想要用我绘画的方式 来呈现台湾历史 我先介绍我这张图的那个 第一张图的那个概念 其实这张图 其实是 我们蔡英文总统刚就职的时候 在那个总统府的时候 展览的时候 他有跟我要搞 那后来这张图其实是没有采用 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元素 他们认为不妥 但是我是觉得说 是OK的 因为这张图的主题就是总统府 那我在我心目中的总统府 他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统府的前身就是总督府 那今天画面中一个少女 一个少女其实老讲 她是一个原住民少女 然后她一半是穿和服 一半是穿原住民服装 那其实老讲上面有一些 比如说像日本时代 从明治开始到大政到昭和 那一直到现在 我是觉得说 我们现在应该要凝聚一个台湾精神 和祖国是台湾的那个意象 所以这幅图的构图 其实是一种就是呈现起后 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种那个呈现 意识的呈现 我觉得非常好啊 那总统府为什么不采用 他们觉得说上面可能有祖国台湾 然后有一些台湾意识很强的东西 他们觉得可能不妥 蔡总统你心里不是这样想吗 他把你画出来不是吗 好心照不缺拿来继续 OK那我来介绍我的第二张图 其实这张图就是我是呈现 台湾的那个八田语义 那八田语义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其实我本身我以前是在 游戏公司上班 然后我本身也画过漫画 也画过插画 所以我在呈现台湾历史人物的时候 我都会加上我自己的 个人的概念 那比如说像这个画面来讲 在我心目中八田语义 其实老实讲就有点像 老台湾人心目中的先生 其实老实讲台湾非常尊重 就是很尊重两种人 一种是医生一种是老师 都会尊称这两种人为先生 那其实老实讲 八田语义在我心目中 尤其是我本身是农家出身的 所以其实老实讲在我心目中 八田语义的地位就有如 日本时代老一辈台湾人心目中的先生 对啊 那我来介绍第三张图 这一张其实我是 在呈现那个汤德章 我们汤德章那个前辈 大家都知道台南 现在有一个汤德章公园 那汤德章其实老实讲 他的故事其实很多人也知道 只是说我现在 我在呈现这一张图的画面的时候 我想要呈现出一个汤德章 他一个那种台湾人的气魄 那种正义泯南的那种态度 就从容 那种从容的那种精神 就像刚刚胡大哥所讲的 就是说维心是什么 维心其实是要有一种革命精神 要有一种必死决心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是那个 我在呈现那个 台湾第一个雕塑家 叫黄土水 那黄土水可能 节目上面以前也有介绍过 那很多人也知道说黄土水 那我在呈现这个黄土水的画面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用它在 雕刻它的作品 那我们知道说黄土水 它其实老实讲 它的创播作品都是以台湾 最生动最有生命力的元素 在做它的作品 那黄土水本身 它自己也有讲过 它说其实我们台湾 如果说要追上 西方的美术水准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要抛弃掉中国旧有的东西 其实老实讲 这也符合非常符合 我个人心目中的台湾维心精神 那我们下一张 这张我是在呈现那个陈陈波 那它是台湾第一个 以西化进入 在日本实在以西化 第一个进入 那个帝国美术展的 那个一个台湾画家 那基本上 我用一个非常 一个当代 就是说日本时代 台湾很心目中的 一个知识分子的那种 沉闻 那一种内念 那一种画面 那一种精神 来呈现出 陈陈波 它在作画的时候 那种精神 那陈陈波 它的作品里面 其实里面有很多元素 都是我用陈陈波的作品 去多凑出来的 那陈陈波的作品 其实老实讲 也跟黄土水是一样 它是用台湾 也是用台湾最有生命力 最美的那个风景 台湾在地的文化 做他的那个艺术创作 然后把他的作品 然后日本去跟 日本的顶尖艺术家 做交流 那我们下一张图 这一张图 其实我是在呈现那个 那个邓宇璇 那邓宇璇是台湾 我们台湾的那个 歌谣之父 对啊 其实老实讲 我个人其实 我到现在我都还是会 常常会听邓宇璇的那个 那个他的音乐 尤其是我每次出国的时候 要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做某家航空公司的时候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都会听到 他们航空公司 会播放台湾的那个 邓宇璇的歌谣 那你还宣传就常用航空吗 我没有讲 没有 对 我要讲典故 赵荣华先生亲自跟我讲的 他做捷克航空 在落地的时候 就放这个 史梅塔纳的莫尔顿导 等于是他们的望春风嘛 所以张荣华先生从那灵赶 捷克航空放莫尔顿导 那我当然放望春风 对 那他不是去买戏低度音带 他是为此养一个 长龙胶学校 每一年就要新台币一亿 真的非常有趣 这点就要佩服 很多人不知道 维持就是一年一亿 花一亿 维持一个胶想乐团 没错 我们不是说为了喝牛奶 买一只卤牛吗 对 他是盖给农场 非常好 这点要肯定张荣华总统 真的 真的 其实就刚刚福大哥所讲的 就是说我每次做长龙航空回来的时候 听到属于我们台湾人 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感动到流下眼泪 所以基本上 我对邓宇全 其实老实讲 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 对啊 那我下一张图 这张图算是比较特别一点 这张图就是 之前我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 在克朗德美术馆展览的时候 那时候展览的时候 这幅画他的主题叫 陆军少年飞行兵 那这幅画在展的时候 有一个乌记上 他有来看展 那乌记上他看了这幅画 看了非常久 那因为我不在场 那是馆长跟我讲的 就是说 他就问了乌记上说 乌记上你为什么一直看这幅画 他说他以前就是台湾 那个陆军少年飞行兵出身的 那后来过没多久 过几个月之后 我接到出版社的电话 出版社的电话就是说 那个有一个叫赖泰安神拜的那个 那个他有出一本那个 少年飞行兵日记 他日文版的 他想要翻成那个汉字版的 在台湾发行 然后他想要用我的土做他的封面 那时候出版社跟我讲说 但是那个赖泰安神拜 他已经过世了 其实老实讲 这种东西对我冲击是非常大 因为我发现到我的土 是可以跟这块土地的人 事物连结的 好 千万甲兄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 你替高雄博尔所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历史绘画 何止这个陆军少年兵 少年飞行兵 我跟卓榮兄已经规划 我们要介绍海军特种兵 复国玩事件 300个精英 就在九州外海 被美国潜水艇集成 只有88个活下来 我们要听听这些 历史家总心建构 海军特种兵 张文化先生他说 他如果中战不是1945 8月15号 是9月15号的话 他也是神风特工队 这样下去 他自己 但是他战后 他就有那种神风特工队的精神 创造了这个长龙航空 你看这个 Boys be ambitious 威廉克拉克 杂访龙校的 这个美国籍的校长说的 年轻人要有企图心 Boys be ambitious 我已经规划好 你刚刚谈到邓影前 邀请李林秋先生 因为他们两个等于是 双龙抢猪 对 我邀请到李修健先生 他公子来谈 各位 我今天就是延续 美国的文艺复兴之后 艾莫胜说的 美国独立政治革命成功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 在营造美国的文艺复兴 建立我们美国人自己的 本土的文化论述 我们今天所作所为 好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我这个节目 不叫台湾文艺复兴 我要叫台湾伪信 当然是嘛 OK 其实台湾文艺复兴 台湾伪信 都是一样一件事情 好 永远不要忘了 莎士比亚说的 音乐是滋润灵魂最好的养分 我们再请这个 目前台大音乐研究所高材生 恐怕也要研究7年的 艺术博士的 这个也要医学毕业 太阳兄 来 因为今天这个重量级人物来了 这个跟佐宏老师 两个人都是从视觉 去观察老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要 特别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我们不用听觉 但是我们一样讲唱片 然后我们看当时 因为唱片已经100年了 那在这个100年的过程当中 这个唱片的设计的这个变化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地方 我们一一要跟大家介绍 过去的这100年 从视觉里面的唱片 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 首先我们看到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陌生 为什么最早的唱片 看起来竟然不是大大的黑黑的 竟然是一个滚筒状的 没有错 最早流声机就是这个人发明的 艾迪森 1877年在美国 那他发明了这个流声机之后 最早他那时候实验的阶段 录的第一个声音 就是用念的 玛丽有枝小绵羊 把这个铜丝 把它念到流声机里面 然后创造了流声机唱片 那这个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疯狂的 我们可以听得到远方的声音 所以最初的唱片 它其实不是平原盘 它是一个滚筒型的 这滚筒型放到流声机里面 那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大大的 我们如果把这个滚筒 把它展开大大的这张资讯 其实主要的内容 都在讲他们这间公司 艾迪森怎么样怎么样 他发明了什么 至于唱片本身的资讯 只有少少的刻在这个 这个他的外围的地方 薄薄的一个地方 里面才是真正的唱片的资讯 所以大部分那时候 基本上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 好像就是说 一张唱片要有一个封面 没有 整家唱片公司 他们发行的唱片 就是大概一款两款 像这个艾迪森最早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唱片传到台湾来之后 台湾就有一个 Colombia唱片公司 这个Colombia唱片公司 也一样 刚刚的艾迪森士 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概念 当时的人们买到唱片 大概会有三个东西 一个当然就是会有封套 那这个封套呢 跟我们刚讲的一样 它不会 譬如说望春风 刚提到的望春风 就是用望春风的这个封面 没有 他们就是 这家唱片公司 就是这一款 或者是有两款 然后用来装所有的唱片 那你买到了这个唱片 除了这个封套 还有这个黑色的鸭盘的唱片 那中间呢 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上面再印上去 譬如说望春风 譬如说雨夜话 那另外他也会附一个歌词 那当时呢 在1920年代呢 歌词基本上都是黑白的 那像这个 如果我们 如果再近一点看的话 可以看得到 他们把歌手的这个肖像 把他 这个照片把他印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当时买到的 1920年代 30年代买到的 他们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到了1935 34左右 之前总老师曾经介绍过童谣 就开始出现彩色了 所以本来是黑白嘛 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两色的 看起来跟那个 青山甲老师也蛮 有点玉取同工之妙 看起来都还蛮 有一种摩登 一种新的感觉 但是他有传统元素在里面 那这个乌刃军呢 从1935年开始 他们就开始 有一些彩色歌词红色 然后旁边是蓝色的印刷 那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因为月月愁太红了 也是邓宇玄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他们很喜欢 做那种等人的歌 一男一女在那边单来单去 然后后面有一个台北城 好 在接下来呢 到了1930年代末期呢 他们就有 比较更特别的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是我们真的把唱片带过来 彩胶唱片 所以这个唱片呢 两面各有不一样的图 这整张呢 其实说穿了 它就是一个透明胶 那透明胶 它就把这个唱片压在 把这个音轨呢 用透明的方式呈现 那照片呢 就把它压在下面 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 青酸甲老师的这个作品 如果以后发彩胶的话 很适合啊 这个就是有一个视觉 又有听觉 好 那到了40年代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问世 好 这个东西 待会儿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 刚总老师说 这个是什么超人 弦弹超人 弦弹超人 无论多大 对 这个跟刚刚的 看到的彩胶 好像有一点点像 那整张彩色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像一格一格的 这有什么玄机呢 还可以看得到 好像有一些光束 然后下面有一些恐龙 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40年代的大创意 我们现在要用另外一台机器呢 因为这个唱片 我们有带到现场来 那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说 当这个机器开始旋转的时候 它要配合一个镜面的屋顶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唱片 在这个镜面的屋顶的反射下 它就会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画 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 这个里面的弦弹超人在 在土这个 我讲这是护科版还是古董 原版 原版 能保持到现在 对 至少七八十年 对 这个就是当时的人的放异 对 就是说唱片 它不是只是拿来听 它有很多视觉的创意 都把它应用在这个里面来 对 所以我们介绍到这边的 就是说战前大戴 就是会有这个状况中 早期比较简单 那后面他们就做了这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动画 我要强调 读历史不是拿历史书来看 不只 我们现在电视 用眼睛 名师是台湾的眼睛嘛 用眼睛看台湾历史 不只如此 用灵魂来看台湾历史 追求灵魂 重新建构我们台湾人 自己的主体意识 我要强调这一点 你看刚刚左龙兄 上海画报1895年的上海画报 黑白国 黑白威 现在出出来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个 清酸甲兄 当代历史汇报完全不一样 同时代我们来对照 请左龙兄介绍 1895年日本的胡适会 他们怎么来观照台湾呢 请 好 胡适会很有名 当中最有名的画家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就是格式北斋 他所画的一系列的画当中 有一套叫做 这个百人一手当中的衣服 那胡适会这种风格 也非常强烈的去影响到 欧洲19世纪的一个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胡适会当中的1895 很多人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都有一个疑问 会觉得说奇怪 那这个日清战争 甲虎战争在东北打 那干台湾什么事 为什么台湾要把台湾割掉 其实这个当中是 因为有一段历史 我们没有认真去学习 就是在1895年的4月17号 签订马关条约之前 3月23号 其实有一场澎湖之意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其实日本一开始 就想要南北两边同时攻击 可是那时候联合舰队太弱了 他光一个北洋舰队 就可能打不过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抗衡 还有南方的广东跟福建水师 那么于是 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的 3月23号 这个日清就在澎湖 开始一场战役 这张图就是澎湖战役当中的一张图 那么希望借由占领澎湖 去控制这个福建水师 跟广东水师 那么23号 日本呢 他中午的11点30分登陆 兵分两路在澎湖登陆 那么大清的守军有6000人 那么由澎湖的总兵 叫做周正邦来指挥 那日本大概有4000个军队 那2500个军夫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福祉会 这个真的是日本福祉会的风格 当初在做马工占领的时候 那么很快的 在当天 在当天 这个马工呢 就已经陷落 那么这个 这个守将周正邦呢 他在第二天 他就立刻跑回去入港 所以相对的 这个马工城里面这些士兵 就把他们的武器都丢到海里面去 那这张图呢 就是在描述 马工陷落之后 那这个清军 这个溃逃 然后 这个看着这个马工城 的一个镜头 那么 接下来 马关条约 那日本的福祉会是怎么去描述 这个马关条约的呢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马关条约当中 有这个伊藤博文 日本的首相 然后有日本的那个外相 就是外交大臣 陆奥中光 那另外李鸿章 跟他的儿子 李鸿章 那么另外还有在美国公使 去做见证 相对的来讲 这样子的构图 是两国比较平等一点 比较平等一点的一个构图 那么 一旦签订之后 那这个在基隆外海完成了 这个台湾的割让的 这个交割程序 那日本就开始上路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 这个奥迪登陆的时候 日军从奥迪登陆的时候 的这个图 这边很有趣 这边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 这个当时在这个 奥迪的这些军队 他们穿的不是制服 所以大部分都是民兵 大部分都是民兵 那么 真正的清国的守军呢 因为反正大将也都逃了嘛 那么这个 各位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唐景松 6月4号就已经跑了 那邱逢甲呢 这个6月5号也跑了 好 那真正的激战 其实坦白说 反而是客籍的人士 跟这个客属的人士 跟日军的战斗 是比较这个强烈的 那么各位看到这张图就是在 那个台湾 那时候叫台湾府 那时候叫台湾府 其实就是台中一带 就特别是八卦三之一 那个战况非常非常的激烈 反抗是最激烈 也是当中最大的一场战争 那么 敬畏师团的这个将军 将领这个三更姓臣少将 也在这场这个战争当中 因为染病 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就过世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有趣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叫做桌游 那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叫做大富翁 就是纸骰子 然后你可以进或可以退 然后就是这个日清这个战争 帝国这个万岁 这个他们 那个日文叫做双溜 双溜游戏 好 从这个对照组 就是1895年的 从甲午战争 日清战争到马关条约 你自己判断吧 是中国的绘画 或日本的绘画 比较接近事实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流行 这个不要说手机 照相机还没有那么流行 于是绘画很重要 你自己判断 我也曾经请教一位 日本学者说 为什么在马关条约签署前 谈判前 日清要攻占澎湖 他说你是在了解 我们的日本作战方式 日本是以小博大 他传统战国实在是如此 于是一定突击 有道理 你看那个日清 日美和太平洋战争 突击 第二 我为了增加谈判筹码 这日本的战法 比如说李鸿章 他刚刚要来马关来谈判了 他攻占澎湖呢 他说你们要了解 日本的下围棋叫弱子 攻占澎湖 因为我要台湾嘛 变筹嘛 你说恍然大悟 有时候日本历史家 来解读台湾 更精辟 他们懂日本 为什么 那五四的战法 仅供参考 我们有来自中国的 是清国 那是清国 也有来自日本的胡诗会 当代的台湾子弟 他重新建构我们的历史会话 来 台湾维新的推动者 这个叫习惯来 请问什么叫青酸甲 因为青酸甲 我那个青酸甲 就是清化物的意思 是毒物的意思 但是我那个青不是那个青 化物那个青 是那个青气的青 其实老实讲那种 就是青气是普遍 存留在大气之中 聚集在一起就变很危险 所以我常自比说 像我这种人 在这个体制里面 其实像台湾文化 他其实是普遍 存留在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如果聚集很多的话 对这个体制又非常危险 我常自比是这种人 你用危险 我认为是创造性的破坏 熊彼得说的嘛 创造性的转换 给大家更好的启发 毫无疑问的历史绘画 是非常重要的 来 请继续 我知道你从高雄博尔 来 你有一个打狗文化的 重新建构 来请 对 其实老实讲 这是那个 这张图 其实是高雄博尔 都跟我邀搞 他们现在高雄博尔里面 有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那其实老实讲 这张图 我就是在用一个意象形态的东西 来建构一个高雄的一个画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其实这就是 这就是从日本时代到现在 就是雄中 这个男生是雄中 然后这个女生就是雄女 那整个画面 有很多机械 有很多时钟 这样东西 其实老实讲 我就是在呈现那种高雄 以前是从一个小小小的港口 然后因为要南京的关系 然后日本我也要南京的关系 然后把整个高雄 打造成一个工业都市 然后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港口 其实老实讲 高雄如果要了解历史的话 一定要从战前 就已经开始了解 那我是用这种画面的 意象形态画面 来呈现一个高雄的一个意象 比如说下一张 这张也是高雄柏二 有一次争气旁客展的时候 他有邀请日本的艺术家 那我也是台湾本土艺术家 那个参展的其中一个 那这幅图 我每要画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会抓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东西 来做我创作主题 那这一幅就是 像高雄柏二最近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古迹叫高雄武德殿 我就以那幅高雄武德殿的一个概念 去呈现出一个整个高雄 高雄为特色的一个画面 那其实我这张图 其实是在呈现 就是在呈现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层一层的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是整个是平面的 比较没有感觉 如果说有去参观过我的展览的人 都知道说这一幅 其实是一个半立体的一个方式在呈现 那下一幅呢 下一幅这一幅 我是在画那个台湾的那个铁道支付 长谷川警戒 其实这个议题 我前几天我还在我网路上发现到说 现在很多台湾人 不知道我们的重贯铁路 是日本时代日本人盖的 他们很多人都以为是 那个流民船盖的 而且还认为说 流民船是台湾的铁道支付 那根本就是天差地缘 其实长谷川警戒 它本身是个铁道祭司 它完成的重贯铁路 是在1908年 1908年的时候 这条铁路从1908年一直到现在 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沿用 这一条铁路的系统 就可想而知说 这个东西 这个人 它影响了整个台湾的当代 是多么的巨大 对啊 总共有六幅 你重新建构台湾的灰亚头 灰亚头 一头来 也请你介绍这六幅 OK 那说到那个铁道支付 那我有一系列是讲铁道的部分 那铁道的部分就是说 我是以台湾七大车站 那目前我今天我带来就只有六幅 就六大车站 那为什么我会讲铁道 其实刚才有讲到铁路这种东西 就是车站这种东西 其实是它是带领我们台湾人 三代甚至四代的那个 那个人的记忆价值观 比如说一个阿公 他可以带着他的孙子 跟他到车站 去跟他的孙子讲说 以前阿公就是从这里坐车 然后到基隆 然后到南洋去 或者是到高雄出征去 其实老实讲 这种非常生活化 或者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历史意象 其实应该是要传承在 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我们都没有失去了 这样的概念 这一幅是哪里 这一幅是基隆 目前已经拆掉了 基隆号称是全台湾 七大车站里面是最美的一幅车站 它也是台湾的门面 因为基隆这个地方 以前是刚开始的时候 基隆是台湾第一大港口 所以它是台湾的门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一幅 我就是用一个非常西式的方式 然后一男一女 然后用一种非常欢乐 非常快乐 非常有那种违心感的那种 那种画面来呈现 然后下一幅 这是台北车站 台北驿 我画面中这个是二代的车站 并不是后来就是三代 我们印象中三代的车站 战后三代车站还持续在沿用着 前几天我还 就是昨天我还在跟 我们的建筑专家林中葵老师 有探讨到这个议题 就是说关于车站的议题 所以我在台北 就是说在以前是号称台湾的巴黎 台湾的小巴黎 那其实我在画面在建构的时候 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华丽的 然后一个男学生 一个女学生 然后来呈现这个画面 再把几幅很快浏览 好吧 请 那这幅是台中 台中 台中我就用一个 一个川河服的女生 然后一个原住民 泰雅族的女生 然后下一幅是嘉义 然后这幅是台南 最后幅是高雄 林中葵先生 他自己最近撰一本书 叫做福尔摩沙建筑的 夕阳想象 我还在想象 结果我们的这个 青双甲先把他画出来 想象力十足 非常 很好 完全应验的魏德胜导演的话 台湾人 我们要学习从过去看未来 讲真好 我们要建构什么未来 我们自己的国主想象 我们过去 我们的国主想象是国民党 那现在又多个共产党 就都打洞 我们都秀党了 我们自己建构 我们自己的国主想象 音乐很重要 这个泰雅 他做了非常好的类比 就是战前战后 来战后篇 放外篇请 好 我们继续从那个唱片的设计 来看看他们当时 视觉上是如何呈现的 这个我绝对没有跟 卓榮老师串通好 但是我们这个 一开始这个也是 这个大富翁的前身 桌游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会跟唱片有关呢 这个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一个 声音桌游 我们看到这个圆形的 它就是一张彩色的唱片 那这边有一整盒 里面有很多筹码 然后下注单 然后后面有这个赛马的 这个他的马匹的介绍 跟他的名称 但是这个要怎么玩呢 是不是很无聊的我们想象中好像应该就是放唱片嘛 放唱片 然后我们来当做背景音乐吗 好 绝对不是 那时候的创意真的太有趣了 我们一般的唱片呢 都是可以说是一针到底 像蚊香一样的 但是这个桌游的唱片 它里面有12个入口 所以当它在旋转的时候呢 你根本不知道唱针从哪一个入口进去 所以你每一次播放 都有不一样的马匹会赢 所以这个就是用声音的这个等于是随机播放的方式 来小赌 就可以跟朋友寓教于乐 等于是一个传统的大富翁的天生的概念 好 那到了1960呢 给大家看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 这个也是彩礁 不过它很特别的就是彩礁我们刚刚已经有了 但这个60年代的彩礁呢 比较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米索 这个未知数是在战前的台湾很受欢迎的一款未数 但唱的人是谁呢 是Andy Williams Andy Williams 他竟然在60年代帮日本的未知数来做广告歌 他当时最红的应该是Moon River 最红 对对对 结果日本竟然把它拉到日本的唱片公司去唱这个米索 也是唱日文 为这个米索来打广告 然后他是用彩礁 对 好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说 再过两年 日本要举行奥运了 但是日本举行奥运其实不是第一次 他们在1964年的时候 就已经曾经举行过一届奥运会 那时候呢 他们就出了一套唱片了 这一套唱片 哇 你看 里面有五张的软胶 这个是软胶 软胶 那他把它合在里面 就把这整个奥运会 1960奥运会 都把它声音都把它录在里面 那刚好五个颜色 就是奥运的五个环 五大洲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奥运会把它打开 看起来 哇 视觉也是整个 这个大会的现场 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蓬盛 那再接下来 到了70年代呢 这个 要跟大家献保一下 这当时70年代呢 就有这个3D的唱片 他们把这个3D 戴上去之后呢 然后你搭配 你本来的这个唱片上面 你整张 你看起来如果是用肉眼看 当然就是很模糊嘛 但是你配合这个眼镜 一个蓝 一个红 看上去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这个就70年代的 3D的唱片 那另外呢 要跟大家介绍 有两个比较特别一点的 是最近这两年左右才出来的 因为现在黑胶唱片 很风行嘛 那很多现代的艺术家 就如同青酸甲老师一样 都在思考如何 新的东西如何跟旧的接轨 那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 这个就是超人 超人的唱片 那他们又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呢 给大家看他们的唱片 他们就做切割型的唱片 就把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超人的那个 对对对 把它放进来 那他可不可以听 他当然可以听 他里面呢 圆形的部分 他就把音轨放在里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13号星期五 13号星期五呢 他大概是60周年左右 他就出了一款特别 全球限量100张 可是因为他是手工制作的 他的盘面很脆 所以现在全世界 因为运送过程的关系 有破掉 所以全世界剩75张 我就把它带到我们节目来 这个是写胶唱片 他把议题融到了这个黑胶唱片里面来 然后形成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视觉效果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从以前爱迪生发明唱片 然后到古轮面 一直到近代 大概的这个黑胶唱片的视觉的发展 台湾兄在台大音乐研究所已经很快就毕业了 才用10分钟就把100年台湾音乐词 战前战后未来 数位都讲了 老师要给他高分毕业 我很高兴 我们找到传统的历史绘画 当代的历史绘画 过去现在未来的音乐 就是台湾史 我讲的故事就做结论 今天我访问 在广播访问一位蒙古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人 那我当然经过不愉快 到日本游学 他是人类学 静岗大学人类学的教授 叫做杨海英先生 他现在已经 他其实他有个叫大野旭 大野旭 他有个日文名字 他开始在日本都畅销书 用日文写 这最新一本 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 一个蒙古人 未尽的民族自觉之梦 我上一段讲过 我最后很坦率说 请问杨先生 大野旭先生 你知道日本籍不用怀疑 但是我要请教你 你是蒙古人还中国人 他很客气 很文雅回答我说 能不能引用我们的蒙古德王 就是满洲国时代的德王 他只要遇到这问题就说 当你问一个蒙古人说 你是中国人或蒙古人的时候 这句话是对我们蒙古人的羞辱 听到 下次有人问你是台湾的中国人 我要学他 你这问题对我是羞辱 我是台湾人 大家有个问 没个问 我是台湾人 真是台湾人 三百年前我的祖先 就是移民来台湾的 我的祖先也是跟郑成功来的 跟那个胡婉玲女士一样 我们第一代叫胡巴郎 老巴 胡巴郎 好 教会的所在 一百年前 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屠杀 一百万 他们现在重新建构他们历史 叫教会的所在 我们没有经过百万人屠杀 但是那个历史沧桑是一样的 蒙古人 内蒙古知识区人在建构 亚美尼亚人建构 我们台湾人家建构 我特别介绍这本 亚美尼亚的重新的历史论述 作者 辉利普马斯登 苦心专研历史史料 旅行四年越过二十个边界 深入波湾战争前夕的近东地区 冒险寻找当年 亚美尼亚遭受大屠杀的 真相一百万人 他行礼亚美尼亚人聚集的每寸土地 记下口述历史资料 最后抵达亚美尼亚现金的祖国 亚美尼亚共和国 完成他的追寻之力 我们台湾人继续 我们继续我们的追寻之力 感谢三位非常精辟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